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X调查 这期节目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频道以往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会分上下集 那样可以讲到一些细节 然而由于出篇速度的问题会导致观众长时间的等待 所以这次的楼梯悬案采取这样的新形式 一期来讲案件故事 另一期来分享网友的留言 以及做一些细节的补充 接下来我们开始 我们来看网友留言 Vick Hsu说 我自己的推断是这样的 如果今天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 我会说我不清楚他是不是自己摔下来的 还是其他因素 因为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倒在那边血流如注 而不是斩钉截止的说 他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Judy Wan说 Netflix有把这个案件做成纪录片 很好看 这期案件之所以那么有名 很大原因是大家看了Netflix的这部13集的纪录片 名字就叫做The Staircase 在案件发生后 麦克·彼得森就找到了制作团队 全程跟踪拍摄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是法国人 让哈维·德莱斯特拉德 他曾在200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纪录片在2004年的时候发布了1到8集 2013年发布了9到10集 最后在2018年发布了11到13集 整部纪录片是有着一定的偏向性的 关于这部纪录片 还有一个花边新闻 纪录片的剪辑师Sophie Burnett 从2002年开始就跟麦克谈恋爱 麦克出役后 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直到2017年正式分手 麦克也在某访谈节目中承认了这段经历 后来有人提出 跟麦克谈恋爱的剪辑师Sophie Burnett 跟麦克的德国邻居 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部好的纪录片 只要陈述的是事实 纪录片是可以有偏向性的 如果要深挖这起案件的朋友 不妨可以看一看那部影片 量思血碎Lina说 检方的证据链 德国夫妻的死亡加血液理论 加吹火棍凶器 加不和谐的婚姻 加保险收益人 1.麦克在德国认识的夫妻中的妻子死亡 和麦克妻子很像 让人怀疑麦克 2.血液理论让人相信不是跌落而是谋杀 3.谋杀的凶器是吹火棍 4.婚姻不和谐 加保险收益人是杀人动机 然而3.已经被推翻了 吹火棍不是凶器 2.的理论发明人有污点 核心度不足 1和4都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话决定案子是谋杀还是意外 只能2了 既然血液理论的发明人有污点 而且很大不是专家 没什么权威性 那么他的理论到底对不对呢 不知道 然而李昌宇博士的说法 我是很幸福的 最关键的是 没有第三者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明 我更倾向于跌落 在这位网友的基础上 我再做一些补充 当初法医认为凯瑟琳遭到了殴打 这是很重要并且很有力的诊词 辩方当时的策略是 咬定凯瑟琳是意外跌落 没有打外人闯入这个点 因为现场没有外人闯入的痕迹 家中财务也没有丢失 如果打外人闯入的话 会很牵强 对于凶杀案来说 凶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证 这也是为什么检方在法庭一开始 就拿出了一根吹火棍的复制品 让陪审团相信这个就是凶器 检方认为吹火棍是凶器的原因有几方面 第一是吹火棍的重量很合适 如果太重会导致颅骨骨折 以及颅内出血 这些凯瑟琳都没有 如果太轻则杀伤力不足 所以吹火棍是合适的凶器 第二是吹火棍的头部有一个钩子 这个钩子的形状解释了凯瑟琳头部的裂伤 为什么会那么奇怪 第三是这把吹火棍在案发后就找不到了 检方觊觎这几点 讲了一个吹火棍的故事 是有很大可能会影响陪审团的决定的 不过后来这根吹火棍被找到了 在上面没有血迹 珊珊说 德国邻居同一个方式死去 好诡异耶 于莫玄说 德国邻居的死法是一样的 而且迈克当天去过现场 自己的妻子也是这么死的 难道两人都是自己跌落 且有罕见的气数伤口 难道两人都是被猫头鹰偷袭 这个概率 Sim Lee说 楼梯丢落摔死可能性不是很大 加上没有第三者在案发现场痕迹 而且在德国的旧邻居死法也类似 就算写横鉴定不采纳 其他种种列出来的疑虑 还是难以洗刷谋杀的可能性 所以杀器可能性还是有其成 确实当时的陪审团 最终也不相信跌落理论 法医的结论是 德国邻居利兹跟凯瑟琳的死因是一致的 这让原本两起独立的案件 变得有些联系 法医的证词对陪审团的影响很大 这里顺便讲一下美国的陪审制 陪审是在美国各州有一些区别 但大体相当 陪审团一般由6到12人组成 重案通常为12人 确定陪审员的程序 是先从候选名单中随机抽选一批人 这些人都是普通公民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被选中的人会收到法院的传唤状 然后分别接受检方和辩方的询问 这个过程称为预备审查 由法官主持 询问的目的是了解陪审员 对案件是否存在偏见 双方有权要求不合适的陪审员进行回避 直到双方对陪审团成员不再有争议 陪审团的临选结束 陪审团必须遵循全体一致原则 即所有的陪审员对裁决都要达成一致 否则就要继续讨论下去 通常情况下 陪审团决定是否有罪 法官决定量刑 但如果涉及死刑 则必须由陪审团决定 并且保持全体意见一致 有一种情况 是整个陪审团在讨论之后 依然不能达成一致 那么这样的局面被称为陪审团僵局 如果该情况发生 案件将通过领选新的陪审团 并重新审立 凯瑟琳案的陪审团 一共商议了五天 辩护律师鲁道夫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透露 一开始12名陪审员中 三人认为有罪 三人认为无罪 还有六人未能决定 可见他们对此案的争议还是挺大的 人是感性的 这个时候任何一个细小的点 都有可能影响陪审员 其中有一个细节 在陪审团商业期间 有一位陪审员因为酒后驾驶被逮捕 随后这位陪审员被替换 新的陪审员是一位白人女性工程师 年龄跟凯瑟琳差不多 而凯瑟琳也是一名工程师 原本陪审团的局面是 三票赞成 三票反对 六票未决定 然而当新陪审员加入后 一切都要重新讨论 这位新陪审员加入后 集成为了整个陪审团的负责人 最终经过五天的讨论 便成了12票对0票 认为麦克有罪 这样的案子对陪审员的要求太高了 人是感性的 很容易被人说服 就像玩狼人杀游戏一样 上一轮你还坚信 自己一定不会站左边 下一轮 可能你就会动摇了 周里176说 我觉得这个案子非常蹊跷啊 在楼梯跌落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而且血迹也可以形成 就是人被剧烈甩动 造成了马屋都是血迹 如果说仅用盾气打死一个成年人 不留下任何现场证据 是很难做到的 确实对于现场的情况 检方有一套完整的计打理论 辩方同样有一套完整的跌落理论 当时法庭上 辩方用电脑模拟了整个跌落过程 当时凯瑟琳准备上楼 突然失去重心 人往后倒 后脑勺重重地撞在了后方的装饰条上 然后沿着装饰条滑落 现场的装饰条上 确实有滑落的血迹 在电脑模拟过程中 头部从楼梯上到撞到装饰条 大约产生了35英寸长度的弧线 这个撞击足以使头臂破裂 在沿着装饰条下滑之后 左臂与台阶有一个接触点 右臂与装饰条有一个接触点 这两个接触点的位置 与法医检验到凯瑟琳手臂上的瘀伤吻合 在倒下之后 凯瑟琳的后脑勺再次碰到了台阶 产生了冲击 途中一号区域是由第一次头部撞击导致的 二号区域则是第二次撞击导致的 在昏迷了一段时间后 凯瑟琳醒了过来准备起身 由于地上有血 他又滑了一跤 再次对头部产生了冲击 至于墙上的血迹 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 比如咳嗽 头发蹭到墙上 手涂抹上去的等等 不犯利说 为什么威尔不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没听到这句话 就感觉影片好像没有看完 这次结尾也许会说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 卡米亚不喝柠檬醋说 虽然那个血迹剑林专家有问题 但是证物 血血印 麦克的短裤应该都还在 如果上面的血迹属于死者 这部分没有问题的话 就足以证明在女主人摔下楼 或者被什么击打而鲜血剑出的时候 麦克就在旁边 那么如果他那个时候立刻报警 等医护人员来的时候 死结的血迹是不会那么快干掉的 但医护人员来的时候 已经有干掉的血迹 这就说明麦克并不是在 女主人出事的时候立刻报警 而是他厌弃了才报警 所以觉得麦克应该是凶手 不过这个血迹专家 真的说啥就是啥吗 当时没有人想办法 调查下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吗 这里补充一些细节 当时医护人员到达现场时 看见麦克是光着脚的 他的鞋子和袜子 放在凯瑟琳的身边 当时凯瑟琳是躺着的姿势 但是在凯瑟琳的裤子后面 有一个麦克的鞋印 如果是躺着的话 是无法踩到他裤子后侧的 这就让人怀疑 他可能是被移动过姿势 医护人员到达时 地上的部分鞋已经干了 法医判断的死亡时间 是医护人员到达前的 一个半小时至两小时左右 判断的依据 是法医在凯瑟琳的脑组之内 发现了红色神经元 健康的神经元周围 有很多细胞质包裹 而红色神经元周围则很少 红色神经元的出现 表明人体至少经历了 两个小时的缺氧状态 麦克本人的说法是 他在游泳池边 一个人待了45分钟 再回到屋子 并且他在打报警电话的时候 明确告诉接线员 凯瑟琳还有呼吸 从时间上来看 麦克的说法 跟法医的推断相差很大 案件发生在12月 天气寒冷 当天晚上的温度是10到13摄氏度 麦克在当晚穿的是短裤和T恤 在这种情况下 在室外待45分钟 人会感到非常不舒适 因此麦克的说辞 很容易让人相信 麦克是一名小说家 逻辑思维缜密 在1999年秋天的时候 他还参与了达洛姆市长的竞选 不过后来遗憾落选 麦克声称 他的右腿上有两处伤 是在战争中造成的 并因此获得了两枚子星勋章 子星勋章是受于战斗中 受伤或丧城的士兵 后来有人查询了 海军陆战队的档案 发现麦克说了谎 他从未获得过子星勋章 只有迎新勋章和同性勋章 他的腿上的伤 也是在车祸中造成的 而不是在战场上 Dear My Rio说 傻眼了 你要说他不是的话 妻子死亡方式 和之前德国女人死亡方式一样 这巧合太可怕了 另外为什么妻子的亲生女儿 认为他是凶手 怀疑的理由是什么呢 如果女儿作证 夫妻感情不好 那为他辩护的律师 一部分证词是胡扯 一边出轨 一边说跟妻子感情好 也是令人满头问号 但判得他是凶手的 一个重要证物 是那根吹火棍 可是最后吹火棍 被证明不是凶器 这就更迷了 总之 小朋友我有很多问号 这是一条自带BGM的留言 确实凯瑟琳的女儿凯特琳 认为麦克是凶手 但是他并没有说 两者夫妻关系不合 他只是觉得 自己看不透麦克 当天晚上 麦克跟年轻男子的 电子邮件内容 也都公开了 他们在对话中 确实谈到 麦克跟妻子凯瑟琳 感情不错 并且干年轻男子 还公开出庭作证了 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麦克跟凯瑟琳 出现了婚姻问题 所以支持麦克 无罪的人认为 麦克的杀气动机 其实是不足的 小蘑菇1113说 怎么办 一个人睡觉 有点不敢看 没关系 任何时候 都有人跟你一起看 任何时候 都有可能发片更新 多云天气说 有几个自己的 疑惑 一 如果是故意杀人 凶器是什么 二 如果是顿器袭击 为什么天花板 没有血迹 三 后院他妻子的血迹 是这么回事 刚看了网菲的纪录片 第五集说 好多血迹 被警方破坏了 不知有无影响 我的见解 一 如果说男主是凶手 为什么他会请 一堆顶级专家 来寻找自己 作案留下的痕迹 他那么自信吗 何况很多专家 都得出了意外的结论 二 仅仅因为男主是男童 被发现了就要去杀害妻子吗 又或者为了骗保 但是男主仅仅是没有收入 并没有陷入任何危机 没必要杀鸡取卵 妻子的股票和工资 应该可以保障基本生活 三 楼梯没有地毯 有点抖 而且拐角很大 意外是有可能的 而且警方的血迹 还原模拟盾器打伤 并没有得到 与现场一致的情况 而且在纪录片第五集的时候 辩方律师也说了 用吹火棍击打头部多次 往回收的时候 势必有血液顺着棍子 撒到天花板或者后方 现场没有找到 而此时 控方律师已经不能圆回来了 说每次击打 凶手拿毛巾擦拭吹火棍 更别说那个造假的血迹专家了 刚刚留言中提到的血迹被警方破坏了 指的是鲁道夫在法庭上 出具了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都是警方拍摄的 但是很明显 这两张照片上有两处地方不同 两张照片上都没有拍摄日期 因此不知道他们的拍摄顺序 法庭上被辩方律师询问的调查人员表示 这张照片不是他处理的 他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总之就是无法解释 Packy说 为什么没有怀疑其他子女犯案呢 猫头鹰虽有可能 但不会无缘无故跑到别人家里 更何况有被顿器打伤过 实际上当时警方把麦克的儿子托德 也列入了谐音人名单 原因是当时托德那天应该不在家 但是他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当时医护人员在对凯斯林进行检查之前 托德对父亲麦克说 他已经死了 后来警方在托德身上没有发现血迹 就排除了他的嫌疑 Ariel Jean说 看完只觉得迪弗才该被判一击谋杀 谋杀了许多人的宝贵人生 在2010年8月对迪弗的独立调查发现 迪弗在34个案件中做了虚假陈述 最严重的一次就导致了被告做了17年的冤狱 所以在2011年1月的时候 迪弗就被SBI解雇了 SBI是Stat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也就是州调查局 迪弗被解雇后 他的血迹分析小组也被解散 可以说迪弗也是身败名列得到了报应 当年让陪损团相信麦克有罪的最重要的两样证据 是麦克短裤内侧的一滴血迹 以及迪弗的证词 因此当迪弗丑闻爆出后 法院批准了麦克的上诉请求 同意重新审理 但不同意撤销控诉 至于迪弗在麦克的案件里 有没有做虚假陈述 就无从查证了 因为最终麦克接受了奥尔福的协议 案件没有重审 不过当年已经有专家 在法庭上对过了他 比如李昌宇博士 他是血液痕迹顶级专家 他的证词是很有分量的 然而当年的陪损团结合其他证据 还是相信了迪弗 一根明月说 再次查了一下 发现还有另一种推论 喝醉酒的受害人 不知如何招惹了一头猫头鹰 猫头鹰飞过来抓挡他时 和受害人缠斗起来 受害人因为头部一直被猫头鹰攻击 躲避时一时失去了平衡 从走廊楼梯上摔了下来 头磕在楼梯上晕了过去 所以丈夫和邻居都没有听见太大的响动 此时猫头鹰不依不饶 继续在受害人身上制造伤痕 后来受害人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猫头鹰则已经在受害人丈夫查看之前 废走了 Deborah Chan说 这个我之前就看过纪录片了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还是觉得猫头鹰理论比较合理 我是相信李博士的 天花板没有血迹就是很好的证据 而楼梯那么狭窄的地方 也不可能把胸器往横挥 所以要挥动胸器的话 只能上下挥动 那样的话不可能血迹就见得如此低 而且他头部的伤 一直都找不到可以弄成类似伤的形状 就算是那个火炉的棒子也没有完全对上 而且头骨还没有破碎 这并不像被一个男人死命的打多次的伤 我觉得第一次陪审团判他有罪 除了听那个说谎的专家以外 大概也把之前在德国邻居的事情算了进去 早已经在心里给他定罪 也有可能 猫头鹰理论第一次被提及的时候 是在2009年末 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种理论 该理论提出的时候 迈克还在监狱里 第一次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名叫波拉德 他是迈克的邻居 职业是律师 不过他从来没有参与到这个案件中 只是默默的在关注着这起案件 波拉德表示 当年凯瑟琳可能是受到了猫头鹰的攻击 在SBI犯罪实验室的一份报告里写道 凯瑟琳的左手握着头发 头发被连根拔起 通过微观实验 发现在一根头发上 有一根细微的猫头鹰羽毛和一根树脂 在2008年9月的再次检查中 又发现了另外两根细微的猫头鹰羽毛 支持猫头鹰理论的人认为 凯瑟琳头皮上的伤口是三叶型的 并且似乎是成对出现的 伤口的形状与猫头鹰的爪子十分吻合 反对猫头鹰理论的人认为 如此细微的羽毛 以及树脂的胜具不太站得住脚 也许它是其他什么地方碰到的 如果当时它受到了猫头鹰的攻击 在挣扎过程中 不可能只留下这点羽毛 另外猫头鹰也许会攻击头部 但绝对不会掐人脖子 凯瑟琳的颈部假装软骨骨折 这点很难用猫头鹰理论来解释 所以支持该理论的证据 显然不是充足的 还存在着很大争议 这起案件之后 麦克以及辩护律师卢道夫 参与了很多节目的采访 谈到很多细节 在麦克身上 我看到了很多谎言 这些谎言 在纪录片以及后续的采访中 都体现了出来 但并不能因为他说了一些谎言 就断定他的罪名 因为人都是会说谎的 这起案件从证据上来看 显然是麦克有罪的概率更大 因为从头到尾 我看到的麦克 只是在撇清自己的关系 而不是在寻求真相 难道一个陪伴十几年的女人 就这么离开了 她就不想抓住凶手吗 她就那么确定 她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吗 她的孩子们口口声声说 把凯瑟琳当成一家人 你甚至看不到他们 有任何怀念凯瑟琳的举动 然而我看到 辩护律师卢道夫 对于麦克无罪 是深信不疑的 他丝毫不确于在公开场合 分享案件的细节 如果他说了谎 那么就需要说更多的谎 来源之前的谎 谎言可以欺骗一时 但很难经得起20年的推敲 如果看过鲁道夫的一些采访 你能感受到他的执着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如此坚定 是麦克的谎言太厉害 还是麦克真的没有做过 后来出现的猫头鹰理论 似乎让一切又说得通了 然而当你仔细推调该理论 仍然会有很多漏洞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那么究竟麦克 是不是杀害妻子的凶手呢 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